当那个瘦高个的私家侦探把光盘交给我的时候,我是颤抖着双手接的,手心也紧张地冒出了汗,真希望光盘里那个人不是他。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,那该多好。 该面对的始终都要面对,该来的也始终逃不掉,我还是哆嗦着打开了光盘,视频中两具光滑的肉体抱在一起,此起彼伏, 只一眼,我就瞄到了他那欲仙欲死的销魂表情,那么熟悉,又那么陌生。 曾经核实,我是如此着迷的那张脸,如今看起来却令人作呕,这不堪的一幕实在令人不能继续看下去。 我迅速关上电脑,摸出一支烟,一股巨大的羞耻感,袭击了我的身心,作为一个男人,我真是太TM失败了,事情还要从那次吵架说起。 那天,我正在上班,突然接到素素的电话,说让我赶紧去学校门口,说有人要和他动手,我顾不得多想,匆匆忙忙赶到了幼儿园,素素很少接孩子。 怎么会和别人吵架呢?正值下班高峰,接孩子的家长又多,里外围了好几圈人,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。 素素正揪着一个正矮胖女人的衣领,你儿子说我闺女,就不行,怎么,不服可以再试试。 那矮胖女人面无惧色,谁让你闺女说含含胖了?是她先说的,我儿子最讨厌别人说她胖。 说着,她开始挣扎,原来是为了孩子之间的几句话,这两个女人真有点小题大做了,我赶紧去拉住素素,算了算了,小孩子的玩笑话你也当真。 素素根本没理会我,一有所指,谁说我闺女是包牙,我就和谁没完。 说着,她一把,把那个矮胖女人推开了,由于气力过大,那个女人被摔了个四面八叉,我正要拉着素素走,想不到那个矮胖女人起来后,一脚踹在了素素的后腰上,素素又摔了个狗啃的,素素哪咽得下这口气,她爬起来,就要去收拾那个矮胖女人。 这时,不知道谁打了110,素素和那个矮胖女人都被警察同志给带走了,我不放心,把女儿托付给幼儿园老师,然后跟着去了警局,其实事情的经过很简单,两个小孩因为幼儿园的一件玩具起了争执,本来老师都条件好了。 放学的时候,他们见到自己的妈妈,又各自开始告状诉苦,两个妈妈各自护孩子,就起了争执,女儿的包牙并不严重,我们决定十岁以后再去给她矫正,被别的小朋友这样说,我心里当然也不舒服,可也不至于动手啊,毕竟都是四五岁的孩子嘛。 经过警察同志的一番批评教育,两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这是很快也就过去了,谁能想到,就这么一点不起眼的小事,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这以后,我可不敢让素素借孩子了。 每次都是,我请假早出来一会儿,好在我的工作比较清闲,矮胖女人的儿子叫韩韩,小孩子同心未免,很快压压又和韩韩玩到了一块儿,每次,他俩都站在队伍的最前边,有说有笑的。 打那以后,我也没见韩韩妈妈来接他,好几次,都是那个很帅气的男人,穿着考究。 文文尔雅,每次都令人眼前一亮,看着孩子已经和好,我也想缓解一下尴尬的关系,好几次,我想主动和韩韩爸爸打招呼,都被他冷冷地拒绝了,大概心里还有嫌隙吧,我也没往心里去。 女儿压压五岁生日那天,邀请了包括韩韩在内的七八个小朋友来家里庆祝,我和素素忙活了一个晚上,给女儿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,陆续的,小朋友都被接走了,只剩下韩韩爸姗姗来迟,他还是那么帅气,也还是那么高冷,他站在门口,轻轻地喊了句,韩韩走了,回家了。 我客气地让进来,他都不正眼瞧我,一向大大咧咧的素素,看上去表情也有些不自然,他善善地说了句,要不进来等吧,孩子还得洗把手穿衣服,说着,素素就要给韩韩拿衣服想不到,韩韩爸真进来了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。 这个时候,女儿不小心把水洒了一地,我着急忙慌地去帮着收拾,完全没有在意素素在干什么,等我给女儿收拾好,却发现素素已经送走了韩韩父子,我总觉得不对劲,很不对劲,这不是素素的作风,一般平时家里来女儿同学的爸爸或别的男性时。 他很少这么送出门去,再想想,韩韩爸对我的态度,直觉告诉我,他们肯定有问题,我主动联系了家长群里相熟的一个哥们,想侧面打听一下韩韩爸的一些情况,心直口快的他上来就说,听说他已经离婚了,自己带着孩子生活。 离婚了?那和素素动手的那个矮胖女人是谁啊? 我听得一头雾水,那个呀,据说他前妻,经常去接孩子。 那次,说着说着,就和你家素素动了手。 晚上回来,我开始试探素素,对了,你说那个韩韩妈要长相没长相的,她还真配不上韩韩爸,那个男人虽然高冷了些,可是长得真特么帅。 我故意做出一副很可惜的表情。 那个黄脸婆,有什么可说的?我真想再手撕她一顿。 素素似乎对那个女人很是痛恨,接下来,我开始留意素素,素素是事业型的女强人,她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公司,她的生活很有规律。 白天上班,晚上不管应酬到多晚都会回家,每次出差也会提前和我报备,但从这一点看不出任何破绽。 我只好想办法主动出击,单位每年都有年休假,我随便找了个理由请了假。 这一阵子,素素单位接了新项目,天天加班,一天中午我去给她送饭,却发现她不在。 秘书小张说,刘总说出去见客户,很快就回来,我打电话,手机已经关机,平时素素很少关机的,你们刘总经常这个点出去吗? 她手机也经常关机吗?我狐疑地问秘书小张,也不是经常,偶尔会吧。 她总说时去见客户,小张支支吾吾地低头说道,我只好坐在办公室里等,耐心地等,两个多小时后,素素风尘仆仆地赶回来,满面春风。 只是,当她看见坐在办公室的我时,明显震了一下,很快又满脸堆笑,老公,你怎么来了,刚出去见了个客户,好巧不巧,手机没电了。 边说边拿出充电器来充电,我慢腾腾地站起来,这么久不见你回来,手机又打不通,真担心你。 见你平安回来,我就先走了。说吧,我拎起保温盒,就要往外走,素素一把拉住我。 老公,你听我解释,我真是去见客户了。不信我现在开机,打电话确认一下,不用了,我信你。 我丢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,转身离开了,素素的生活是很规律,可是,白天她有足够的时间去干她想干的事情。 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,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如果婚姻靠互相猜疑和不信任维持着。 那得多没劲啊,那天晚上,素素回家的特别早,不知道是不是心虚的缘故。 对了,半路我还收到她发给我的一张图片,中午和客户吃饭的图片,对方是两个人,确实是客户。 位置是在公司附近的一家日料店,我接女儿回家的时候,她已经在厨房忙活了,压压看见厨房的螃蟹,高兴得不得了,妈妈要给我做螃蟹咯。 太阳从哪边出来了?女强人今天有空回家做饭。 我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,忙里偷闲,做个贤妻良母,伺候一下老公孩子。 平时都是你照顾这个家,辛苦了,老公。 她看上去心情不错。 不知怎么的,素素越是这样,我就越怀疑她有事,对她越不放心。 隔日,我又去了公司一次,这次素素正和员工讨论新项目进展情况,我放下给她做好的饭,知趣地离开了。 这年头,女人干点事也不容易,我得好好支持,也许真的是我太多疑了。 这真不是我一贯的作风,闲来无事,约着哥们去撸串。 这哥们是我老乡,他女儿和鸭鸭一个班,自由职业者,几乎随叫随到,喂,你今天到底怎么了? 平时谁也没你话多,这会儿怎么了?哑了。 这家伙看上去似乎有心事。 哥,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。 我,我憋在心里好久了,纠结死了。 我比他长两岁,又帮过他几次小忙,每次他都称呼我哥, 我越发来气,有话赶紧说,默默唧唧地,向得老娘们。 他沉默良久,是关于你家嫂子的事。 那天接孩子嫂子,不是和人家吵了吗? 你知道背后的家长怎么说吗? 他们说是俩女人为了一个男人吵,和孩子无关。 醉翁之意不再酒呢?什么? 这,这是怎么回事? 难道我的猜测都是真的? 只是那些多嘴的家长是怎么知道的? 诉说的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吗? 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。 那小子继续说下去,我打听了一下,说有的家长看见嫂子和寒寒爸在大街上拉扯过。 具体是谁看到的,我还没打听出来。 哥,你也知道这是容易被夸大。 很多人就喜欢无中生有造谣。 你别太介意,我为啥一直纠结,告不告诉你。 就是怕如果是真的,担心你被虑了。 如果是假的,会影响你和嫂子的感情。 真假,我也确实没法判断,毕竟没有亲眼所见啊。 这次,他终于全都到处来了,速速照样加班回来得很晚,女儿已经睡下。 我坐在客厅里等他,你和那个寒寒爸到底怎么回事? 今天我听到了一些传言,我想听你给我解释一下。 刚脱下外套的素素,愣了一下,老公,你听到什么了? 你说的那个寒寒爸,我也正想给你解释一下。 他和我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他再帅,也赶不上老公你好啊。 你知道他是谁吗? 他是咱公司的大客户华姐的的小乡好。 什么? 华姐? 就是咱们的财神爷华姐。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,满脸的不可思议,华姐我当然知道。 素素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就是忠诚客户,可以说公司的发展和他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。 素素告诉我,寒寒爸名叫周宇,是华姐的老乡好,华姐图年轻帅气。 他图华姐有钱,可华姐不会和老公离婚,也就是寻点刺激玩玩。 后来,周宇结了婚,有了儿子,两个断了一阵子,只是华姐对他念念不忘,不知怎的。 后来两人又搭上了,这是后来被周宇老婆知道了,两人离了婚,儿子也判给了女方。 前一阵子,华姐的老公发现了端倪,情急之下,华姐找到素素,让素素一定要把帮帮她。 看在多年合作的基础上,素素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,华姐让素素顶了锅,说周宇是她的相好。 华姐老公这才没开眼笑,说原来如此,夫妻又和好如初了,我听了就气不打一出来,华姐这个主意也太馊了。 这不吭素素吗?果然外边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,素素说为了给他俩打掩护。 私下和周宇接触过几次,大概是被那些好事的家长给看见了。 那韩寒是怎么回事?那个矮胖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呢?素素长舒了一口气,继续说下去,那个矮胖女人就是周宇前妻。 韩寒也判给了她,不过他们之间有约定,为了更有利于孩子成长,孩子可以轮流带,三个月为一个周期,素素并不知道韩寒是周宇的儿子,直到那晚我女儿过生日,他来接韩寒。 她对上昊所有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,素素之所以迟迟没告诉我,一是怕我不同意化解的做法,会因此失去这个大客户。 再者,她也怕我想多了误会她,对化解的做法,我是绝对极力反对,但是已至此,说再多也没用了。 好在,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,它还是我的素素,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够了。 真相大白,余过天晴,整个人也完全轻松了,我们一家三口,趁周末带着女儿出去吃大餐,那是家非常著名的旋转自住餐厅,位于88层,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美轮美奂的夜景,好巧不巧,世界真小,化解一家三口也在。 她儿子回国探亲,一家人来这里进餐,化解的儿子特别优秀,好像在驻美大使馆工作,为了热闹,我们合成了一桌,化解老公我也见过多次,私交不错,我平时都称呼她张哥,张哥见到我很高兴,想想化解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,真是可惜了张哥这么敦厚的男人。 要不是张哥全力支持,化解哪有今天这般风光,几杯酒下肚,女人开始聊事业,男人开始聊股票,现在的股市行情太好了,大家都跃跃欲试,张哥打开手机,让我看他买的哪几只股票,给我传授他的炒股秘籍,他截图了好多专家见股,打开相册,一一让我过目,等等,怎么有张照片的侧影那么熟悉,和素素好像啊, 那件淡雅的米色半裙,怎么那么向我买给素素的生日礼物,那是某大牌限量版的,张哥好像故意顿了顿,我睁大眼睛,一再确认是素素,没错,对面坐的那个男人。 不是周宇又是谁,他们两双手握在一起,互相对视,笑意盈盈,张哥快速划过去,又给我讲起了中年男人的养生之道,我完全听不见娶她在说什么,看着对面的素素和化姐谈笑风生,我突然觉得很恶心,这两个女人到底孰是孰非,我已经无法定论了,原来是素素一直在欺骗我, 真正和周宇在一起人是她,我太了解素素了,她那种含情默默的表情是绝对装不出来的,张哥应该早就知道素素的事,她以这种方式不动声色地告诉了我,一直以来,我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。 好啊,柳素素,既然你不忍,就别怪我不义,你不是在我面前演戏吗,那我就陪你继续演,表面上,我要装作什么也没发生,为了我和女儿,我不能冲动行事,这年代,什么爱情啊,婚姻啊,都是靠不住的,这些年,家里的两套房产和存款都在素素名下,这是我们的婚后财产,爸妈给买的房子,是我和素素的名字, 还有两套小公寓,是以公司的名义买的,方便员工入住,财产分割这块,我不想多争,毕竟,大部分都是素素打拼的。 我迅速找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,要想让渣女显出原形,必须要拿出铁的证据来,女儿马上放暑假了,我提前和素素说好了,放假后,带孩子去孩子爷爷奶奶家住一阵子,正好趁这个机会,搜集一下证据, 素素满口姻缘了,并无怀疑,她工作太忙了,一般寒暑假,我都带女儿回爸妈家,虽然我做了双手准备,可我还是无比心痛,我和素素是大学恋爱四年,曾经我们认为彼此就是永恒,彼此也一定是陪对方到最后的人,然而,婚后连七年之痒都没到,她就变心了。 所以,哪有什么永恒的爱情,婚姻更不是,女人的心,说变就变,爱你时,你是全部,不爱你时,你什么都不是,7月31号,是我们的结婚七年纪念日, 那天,素素一早就给我打电话,已经订了一家意大利餐厅,我把女儿留给爸妈照顾,欣然赴约,这些年,素素自知工作忙,无法兼顾家庭,一般大小节日,她都会很重视,也算是弥补一下我照顾家庭的艰辛, 哇,老公,几天不见,你越来越帅了,想你了,素素见到我,先是来了个绯闻,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,今晚,我就要和她摊牌了,她还在那望乎所以,过什么结婚纪念日,想想光盘里淫秽的内容,我对她再无半点兴致,她先是拿出礼物,一个精致的小盒子,老公,节日快乐。 这一瞬间,我有那么一点点心软,曾经,我向她求婚的时候,也是在这种高档餐厅,那时候我单膝跪地,拿出一个精致的钻戒,引得全餐厅的人注目,如果没有那些烂事,我应该会度过一个愉快的结婚纪念日吧,可一个男人,怎么会容忍自己的满头率,我无法和他再继续下去。 我看着那份礼物,没有反应,老公,你不拆开看看吗? 素素深感意外,多年来,我们一向喜欢拆彼此的礼物,其实在乎的不是礼物本身,而且对方的心意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素素送我的一定是我心意已久的那款手表,只是此时,别说手表,就是我最爱的电脑游戏,我也毫无兴致,你还是先看看我的礼物吧。 我淡定地拿出那份离婚协议书,摔到桌子上,什么? 离婚? 你要和我离婚。 素素瞪着那份离婚协议书,一脸的惊讶,很难以置信。 不过很快,他又恢复了理智,一个人眼面哭泣,开始在那喃喃自语,我知道,早晚会有这一天的。 只是没想到,这天会来得这么快。 老公,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,算我求你了? 说着,他开始落泪,大颗大颗的眼泪落下来,老公,我知道错了,是我自己一时糊涂,我以后再也不犯了,好不好,是我鬼迷心窍,错听了别人的甜言蜜语,这世界上,没有人会比你对我更好,求求你了,老公,说着,他伸过手来握我的手,我默默地把他推开了,你看一下离婚协议。 如果没意义的话,把字签了吧,咱俩抽空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,从此以后,各走各路,互不打扰,看着他卖力地表演,不管在他那里有多真,我都觉得虚,假得很,速速声泪俱下地,再次求我给他个机会,我不为所动,只默然地看着他,等他哭完了,我平静地问了一句话,你和他到底怎么开始的? 他哪里吸引到你?一个平,水相逢的男人,静抵不过我们,这么多年的感情,这也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,我想让,他亲口告诉我答案,此时的速速,像双打没有任何水分的茄子。 马上要粘死了,但他还是缓缓地解答了我的疑问,速速和周宇,确实是通过华姐认识的,周宇公司的老板和华姐是好朋友,因为长得帅气,周宇经常被老板带着,参加各种场合,华姐好心介绍周宇公司的业务,给速速公司,周宇被派去接洽业务,一来二去,速速和周宇就认识了,周宇是天生的帅, 一百八十的大个子,白皮肤,像韩剧里的某个大明星,速速第一次见他,就喜欢上他了,速速那么漂亮,周宇也有了点小心思,那时,周宇和老婆正闹矛盾,时不时找速速速哭。 速速本来对他就有好感,哪招架得住,不知不觉,两人就爬上了一张床,速速深感自责,觉得对不起我,可又放不下周宇,于是,想到让华姐给他背黑锅,说周宇是华姐的男人,华姐也深感抱歉,毕竟他本意是介绍业务的,谁想到会成就一对野鸳鸯呢,于是,他思虑再三,答应了,华姐老公是什么人啊? 他早就找人把这些人调查了个底朝天,这才发现,周宇其实是速速的男人,其实,周宇早就离婚了,他仗着帅气的外表,经常和一些有钱的女人乱搞,他勾引速速的那些话语,完全是编造的,速速发现的时候,想全身而退,已经不可能了,周宇录了他俩的亲热视频,威胁他一旦要分开,他就把这些视频传到网上去,而且, 他还时不时的和速速要钱,速速就这样,周宇与我和周宇之间,算起来快两年的时间了,真是笑话,天大的笑话,既然你们郎友情切有意,那好,现在我退出,成全你们,这对狗男女,速速既然全部坦白了, 我找私家侦探调查的视频都没拿出来,给他留点最后的体面吧,你看看离婚协议,女儿的抚养权归我,爸妈的小房子归我和女儿,家里的两套大房子都留给你,至于公司是你的心血,也给你,我一一数着离婚协议的内容, 都听你的,一切你说了算,老公,我们真的不可挽回了吗,求你再给我个机会吧,速速又开始哭诉,柳速速,我今天把话撂这儿, 我们之间永远不可能了,我们爱过幸福过,是真的,但是那都过去了,我会记住你的好,也会记住你对我的伤害,抽空,我们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,此生,再也无交集,我头也不回地走了,我怕再不走,会忍不住哭出来,会忍不住说再给他一次机会,我怕我会后悔,毕竟,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时光, 那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日子,估计以后再也不会有了,我和这个女人,余生在无瓜葛,外边下着蒙蒙细雨,夜色也渐深,忘不了,那些青涩的美好岁月,忘不了,这些年来,一路走来,彼此的互相搀扶,一点一滴,都在我脑海中回响,只是所有的回忆在光盘中,那不堪入目的画面中,戛然而止, 我擦干眼泪,都过去了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,不是吗? 我擦干眼泪怎么办,优优独以吗? 我擦干眼泪就好了,没 commuteила,知道的 meinem模特地 但是,引VI留很浪远打电话,弹一点点 Til,很好,把无家姜拥摸X尔年